这是一起真实案件 一名美少妇被杀害并扔进垃圾队 尸体的形状还十分诡异 双膝跪地 双手高举 上衣被拉至胸部以上 裤子也被扯到小腿位置 给人第一感觉是一起强奸杀人案 死者的年龄大概20岁左右 身高1米56 脖子上有一根红色布条 可以确定是被勒死的 从勘察情况来判断 此处只是抛尸现场 一旁就是公路 凶手应该是将人杀害之后 再用车辆运输进行抛尸 可案发的公路是一条主干的 每天来往的车辆没有1万也有9千 要想从车子入手基本不可能 更难办的是 就在尸体被发现的前一天 达州市刚好下过一场暴雨 现场的痕迹物证 基本都被冲刷掉了 因为下雨 附近的村民都没去扔垃圾 所以也没发现什么可疑人员 这种无头案最关键的 就是确认失源 一旦失源确定了 侦查工作也就完成了一大半 于是专案组立马发布了协查通报 并利用媒体向群众征集线索 2009年3月6日 发现尸体的第五天 一对中年夫妇来到了警局 他们的女儿已经失联好几天 而且和被害人的体貌特征很相似 为确保万无一事 技术员提取了DNA作弊对 最终确定死者就是他们的女儿何丽 何丽现年21岁 达州本地人 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了 啃老族一个 所以才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何府说他们一家子老是本分 从不与人脸红 所以仇杀也基本可以排除 不过何母倒是想起一个人 何丽的前夫魏小华 两人是通过熟人介绍的 认识仅一个月就领了证 原本计划2009年春节半九席 谁知婚礼的前一周何丽突然提出离婚 魏小华起初死活不同意 甚至曾扬言要弄死何丽 这时详细的尸检报告出来了 何丽生前确实与人发生过关系 但并不是被强暴 而是和平进行的 这进一步提升了熟人作案的可能性 而魏小华既有作案动机 也有作案条件 经过多番寻找 警方在一处工地上找到了魏小华 他显得很紧张 极力为自己辩解 称语何丽离婚主要是因为买房的事 刚开始他很气愤 撂了狠话 但后来也就想开了 离婚之后两人就再没见过 魏小华还向警方反映了一个情况 何丽的交友圈非常广 经常跟人通电话几十分钟 而且何丽还非常物质 追求无拘无束的生活 可魏小华只是个建筑工 根本无法满足他在金钱方面的需求 两人也经常认为这些是吵架 不过魏小华还是反复强调 虽然自己对何丽有很多不满 但绝对不会杀害他 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 随后警方对他的行踪进行了调查 案发时他正在外地帮人盖房子 确实没有作案条件 倒是何丽交友广泛 这是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 通过何母了解的 何丽在认识魏小华之前有一个男朋友 那人名叫朱春 在北京打工 两人原本感情很好 可半年前朱春却突然提出了分手 何丽或许就是受了刺激 才和魏小华闪婚的 何母还说 女儿与朱春仍保持着联系 她失踪的前几天 朱春就从北京回来了 更关键的是 何丽最后一次出门 就是去送朱春上火车 那天是2月27号 正是何丽遇害的日子 结合之前的分析以及时间来看 朱春有重大作案嫌疑 他们之间可能爆发了什么矛盾 朱春激情杀人 然后抛尸逃回北京 经过研讨 专案组决定立即前往北京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很快找到了朱春 他承认那天与何丽有过亲密接触 但之后就坐火车离开了 两人也在无联系 警方去坐了河时 朱春的确没坐按时间 但他也提到了一点 就是何丽的异性朋友很多 当初他就是受不了这点 所以才选择分手 通过魏小华和朱春二人 专案组意识到了何丽不简单 他异性朋友那么多 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是本案的协议人 分析探讨之后 警方决定大范围摸牌 何丽的人际关系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女人简直就是一社交大人 圈子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而且异性远多于同性 有的是朋友的朋友 在聚会上认识的 甚至还有的只坐过一次车 也会成为她的猎物 其中还步伐四五十岁的老男人 走访中还了解到另一个情况 何丽很爱撒谎 经常借钱不还 虽然都是些小数目 但搞得名声很臭 在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后 何丽的朋友们基本都被排除了 他们要么没做案条件 要么没做案动机 兜兜转着一大圈下来 案件还是毫无进展 这让办案的民警感到了一次困惑 会不会一开始侦查方向就错了 何丽的性格如此开放 凶手有可能和她根本不认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呢 这时何丽的一个同学来到警局 说案发当晚曾接到何丽的电话 约好十一点钟到她家的 可左等右等都不见何丽的人影 手机也一直处于停机状态 根据这一线索 侦查员调查的 那个电话是在晚上九点三十八分 从中兴广场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播出的 而尸检报告显示 何丽的死亡时间就在那晚十一点到一点之间 也就是说 她很可能是在中兴广场周边遇害的 可惜那一带的监控模糊不清 压根辨认不出何丽的身影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一个月 专案组围绕何丽做了大量工作 但案件侦破还是没看到任何希望 分析会上 组长决定调整侦查方向 推翻之前的一切 从嫌疑人着手 之后通过尸体特征以及多次模拟还原 终于确定何丽遇害的第一现场是在车内 而且还是小轿车 更关键的是 勒死何丽的红带子也有了消息 有人认出那是打杀带时绑在手上的绷带 凶手可能是习武之人或常年健身的人 在结合何丽遇害前说要去同学家 大晚上的 他应该会乘坐出租车前往 最终警方将主要目标锁定在董功夫的滴哥身上 并再次透过媒体向社会群众征集线索 消息发出去两个月后 总算有群众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 他认识一滴哥很符合嫌犯的特征 平时就喜欢习武健身 家里还挂着大大的沙袋 此人名叫彭海华 据调查 四月份的时候 他突然辞去了干了六年的出租 转而开了一家小餐馆 邻居们都有印象 彭海华几乎天天绑着一根红绷带 可最近却再也没见到过了 此外 侦察员还了解到 案发当晚彭海华就是开业班车 他有作案时间 也有作案条件 警方立即对他展开秘密侦查 又发现彭姆使用的手机 与何力死后丢失的内部一模一样 种种迹象显示 彭海华有重大作案协议 2009年8月13日 经过五个月的艰苦努力 嫌犯彭海华终于落网 被抓的现场他就认了罪 2月27号晚上 他开车路过中兴广场 远远地看见一个女孩在招手 于是赶紧开过去载他上车 可到了目的地后 何力却说自己没钱 让拉他去找一个亲戚界 彭海华无奈 只得同意 不料走到半路的时候 何力竟提出耍朋友 彭海华心领神会 开到了偏僻处 也就是这一瞬间的鬼迷心窍 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事后何力想勒索彭海华的钱 不给他就大喊大叫 彭海华一心急就用红绷带 勒住了他的脖子 想阻止他惊动别人 谁知何力却更加大声地呼救 彭海华只能越来越用力 直指对方没了动静 昏暗的歌厅里 老男人不停地给漂亮的打工 没灌酒 女人无法拒绝 只因这个男人是他的恩人 最后一杯酒下毒 女人已经意识模糊 站都站不稳 他想回去 可惜已经迟了 老男人蓄谋已久 怎么会放过他 女人名叫小颖 原本是一个对城市生活 充满向往的农村姑娘 然而这一晚 她却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 原本阳光灿烂的人生彻底毁了 而老男人也必将付出 他无法承受的惨痛代价 这一切都得从一个钳字开始说起 这天 小颖急匆匆赶到医院 男友周明急性蓝尾炎 必须立马做手术 可缴费的时候 他却难住了 手术费需要一次性缴难一万二 他只是个打工妹 怎么可能一下拿出这么多钱 可医院很无情 收不到钱绝不会做手术 难道周明只能等死吗 万般无奈之下 他只能哭着去求医生先做手术 我只是一名医生 没这个权利啊 关键时刻 一个男人突然出现 说愿意替小颖出医药费 就这样 周明被及时送进了手术室 男人名叫林浅宇 自称是电子厂的老板 其实在缴费的时候 他就注意到了这个样貌靓丽的女子 顿时惊为天人 内心瞬间滋生出 占为己有的想法 可小颖并不知道 他对这个男人万分感激 并留下了手机号码 表示一定会尽快还钱 也许是男人天生的直觉 周明对林浅宇非常反感 认为他肯定不安好心 主要是因为小颖太漂亮 容易遭人惦记 几天后林浅宇给小颖打来了电话 并不是催他还钱 只是对他表示出一些非常普通的问候 比如注意休息 按时吃饭之类的 如果是相熟的朋友 这样的问候并没什么反常 可他们二人才见过一次而已 周明越发觉得林浅宇别有用心 刚出院 他就拉着小颖去还钱 只想早点斩断小颖跟林浅宇之间的关系 谁知却被保安拦住 原来林浅宇吩咐过 只让小颖一个人进去 周明无奈 只能在外面等着 小颖把好不容易凑到的五千块递了过去 林浅宇看都不看一眼 你那么急着还我钱干什么呀 是不是怕欠我人情啊 我一看你啊 就跟一般的打工妹啊 不一样 人长得漂亮 主要是气质好 他表示 这些钱从未想过让小颖还 就当是交个朋友 随后又很自然地问起了小颖的家庭情况 面对恩人 小颖没有任何防备 问什么打什么 他独自到城里打工 还有个弟弟在城里上大学 周明是老家安排的对象 两人的关系并没有很亲密 听到这些 林浅宇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这样的条件 自己肯定有下手的机会 于是就开始了试探 他表示自己一个人在本地开场 下班之后会感觉很孤独 希望小颖能经常出来陪他聊天 吃饭喝茶 如此明显的勾搭 小颖终于有所警觉 慌忙起身告辞 趁着握手的机会 林浅宇还狠狠开了一把油 周明临时要出差十来天 临走之前想跟小颖亲热一下 却被无情拒绝 周明很生气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拒绝 交往两年多 除了拉拉小手 两人什么也没干过 那你还是不是我女朋友了 咱们不是还没结婚呢吗 那我说要结婚 你非要晚点 要不结婚 你又不让我碰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对周明 小颖不是不爱 只是她现在还不想被婚姻困住 这也是她在悲剧发生后 最后悔的事 没过两天 林浅宇就打来了电话 约小颖供给晚餐 并说已经在工厂门口等 根本不给她拒绝的机会 反桌上林浅宇没有拐弯抹角 只要你和我在一起 你就不用打工了 我不是一个小气的人 你需要什么 我一定会满足你的 林浅宇很有自信 条件如此丰厚 一般的打工妹肯定无法拒绝 但她低估了小颖的自尊心 林先生 我很快就会把钱还给您的 再见 原以为自己直接拒绝 对方就不会再来骚扰 然而接下来的几天 林浅宇每天都给小颖打电话 说她会在工厂门口等 从六点半开始等 一直等到八点 直到见到小颖为止 小颖从未见过这样死缠烂打的人 她只能躲着 每天下班之后 连工厂的大门都不敢出 可一连七天 林浅宇天天都来 她实在没办法 怕是有起义心 只能去见面 原本是想跟林浅宇讲清楚 不要再来找她 可她哪会明白 只要她肯见面 老狐狸自有办法让她上钩 林浅宇先是诚恳地道歉 然后又表示 以后再也不会强迫的 两人只做朋友 而且她欠的钱也不用再还 殊不知 这都是林浅宇欲情故纵的把戏 分别的时候 她又送给小颖一套价格昂贵的化妆品 小颖根本没有拒绝的机会 也正是这套化妆品 让她跟周明彻底决裂 周明出差回来后 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小颖宿舍 推开门就看到几个社友在涂抹化妆品 他们看到周明 以为化妆品是她买的 对着她一顿猛话 周明很尴尬 连手术费都付不起 哪有钱买高档化妆品 她知道 这肯定是林浅宇买的 一股无名夜火顿时从心底生腾 刚巧 小颖回了宿舍 她二话不说 把人叫到外面质问 这个时候 无论小颖怎么解释 周明都不会相信 为了证明清白 小颖只好带着周明去退还化妆品 可说好的送完东西救出来 却迟迟不见小颖的身影 原来林浅宇在谈生意 出于礼貌 小颖只好坐在旁边等 周明冒着寒风等了一个多小时 越等越火大 于是冲进去对着林浅宇一顿臭骂 而结果就是她被保镖给轰了出来 这对周明来说是奇耻大辱 她把所有的火都撒在了小颖身上 我就是不相信你 你看咱俩现在这样 像是要结婚的人吗 我没说错吧 周明 你到底要怎么样 结婚 我不可能跟你回家 也不可能跟你现在结婚 几天后 小颖的父亲从老家找了过来 她是来逼婚的 要么回去跟周明结婚 要么断绝妇女关系 被逼无奈 她只能跟着回去 可到了车站 看到周围都是满脸麻木的农村妇女 小颖退缩了 她无法接受自己的将来也变成这个样子 趁父亲上厕所 小颖逃跑了 刚回到工厂 林浅宇就打来了电话 请她参加自己的生日宴 小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这个男人明显不怀好意 绝不能给她机会 可刚挂断电话 老板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老板说林浅宇是她的好朋友 今天的生日宴必须去 否则就不用来上班了 小颖最终还是去了 不出所料 林浅宇和那群狐朋狗友不停地灌她喝酒 她很快就醉了 原本她想趁着有点意识离开 可最终却被林浅宇拂进了房间 这原本就是她特地为小颖做的一个局 怎么可能放她离开 等小颖醒来 才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 千房万房 最终还是让林浅宇这个老狐狸得逞了 小颖崩溃了 怕在天桥上放生痛苦 她有些后悔 如果早点跟周明结婚就好了 可事情已经发生 就当报恩吧 小颖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 决定不再跟林浅宇见面 然而现实总喜欢打人脸 越是困难的时候 越喜欢死绊子 第二点 小颖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 弟弟告诉她 母亲病危 他们得赶紧回去 然而赶回老家才知道 母亲是装病 目的是为了逼她嫁给周明 可惜 这桩婚姻注定是无法继续 周母已经听到一些风言风语 说小颖在城里不检点 根本就配不上周明 周家要退婚 之前给小颖家的彩礼要如数退还 事到如今 再关着小颖也没有意义 于是又放她回了城里 刚到工厂 周明就找了过来 退婚是家里人的主意 她还是希望跟小颖结婚 可经历过这么多事 小颖已经意识到 她跟周明根本就合不来 她想在城里赚钱 而周明只想结婚生子 回老家过安稳日子 两人最终分道扬镳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几天后 小颖接到弟弟学校的电话 弟弟因偷窃被学校开除 无论她怎么恳求 老师都不愿再给弟弟一次机会 小颖恨铁不成钢 当初是她放弃上大学的机会 让弟弟上了大学 谁曾想会是这样的结果 然而事实真是弟弟不争气吗 姐 我不想再跟你家里要钱了 你不知道 你退婚后 人家逼着咱家要聘你钱 咱家没钱了 说到底还是小颖引起的 她很自责 也很不甘心 弟弟已经大肆了 眼看就要毕业找个好工作 怎么能功亏一篑 这时 闺蜜给她出了个主意 去找林浅宇 她有钱有势 肯定能解决问题 虽然万分不情愿 但为了弟弟 小颖最终还是开了口 不出所料 林浅宇一个电话就解决了问题 趁着这个机会 她又提出要小颖跟她在一起 随即又开始耍流氓 动起手来 小颖刚立 一巴掌扇了过去 你这个女人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懂事 我对你不好吗 女人我见多了 没见过你这样的 你让我走 你要不让我走 我今天就死在这 当天晚上 小颖跟闺蜜喝得烂醉 都是钱惹的货 她宁愿去做陪酒小姐赚钱 也不愿再求林浅宇 她不想再见到那个恶心的男人 为了彻底跟林浅宇断绝关系 小颖从工厂离了职 闺蜜看她没事干 干脆劝她跟自己一起开饭馆 反正自己要回老家生孩子 刚好有靠得住的人帮忙照看是最好的 小颖当然求之不得 一切都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因为新老板娘太漂亮 饭馆的生意异常火爆 可这时候 周明和林浅宇偏偏同时找上了门 两人都来是好 林浅宇还挑衅一般跟周明坐在了同一桌 她嘲讽周明 跟小颖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竟然碰都没碰过她 最后还便宜了自己 这话谁能忍 周明突上去对着林浅宇 就是一顿猛揍 最后两人都被小颖赶了出去 而悲剧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生 周明最终还是没忍住 同死了林浅宇 她偏执地认为 要是没有这个书上 她跟小颖肯定能结婚生子 冲动的代价太大 因故意杀人罪 周明最终被判处死刑 而小颖这辈子也将活在愧疚之中 人贩子为什么可怕 也为他们无处不在 让人防不胜防 更也为他们善于伪装 又知小孩子们的软肋 这个男人就是一个万恶的人贩子 可在小女孩眼中 她却是愿意陪自己 玩捉迷藏的好叔叔 对她一点戒心都没有 人贩子简单几句话 就把小女孩骗走了 女孩名叫小燕子 父亲是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 人贩子所做的一切 并不是简单的拐门儿童 而是为了报复小燕子的警察父亲 这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这天 民警曹俊陪老婆补拍婚纱照 结婚七年 她一直忙于工作 结婚时没有婚礼 孩子出生后也没有百日宴 婚纱照就更别提了 这一次好不容易逮到她有时间 老婆满心欢喜挑选婚纱 然而刚进店里 曹俊就注意到外面一个小女孩蹲在树下 行为有些异常 出于职业习惯 她立即跑出去查看 这才发现 小女孩浑身脏兮兮的 还发着高烧 于是赶紧送去医院 原以为只是普通的孩童走失 可医生的一句话 让曹俊立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根据调查 小女孩正是前段时间 被人贩子拐走的其中一个孩子 那火人贩子穷凶极恶 小孩稍不听话 就会被打得遍体鳞伤 小女孩能逃出来纯属侥幸 当时人贩子的藏匿窝点被警方发现 紧急撤离的时候 小女孩躲了起来 这才逃过一劫 据小女孩所说 人贩子正准备通过水路把骗来的孩子卖到外地 警方立即采取行动 也为情报准确 没等人贩子反应过来 警察就趁着夜色摸上了船 未开一向 就成功解救了被诱拐的孩子 人贩子也被一网打尽 大部队撤离后 曹俊跟着上船搜索漏网之鱼 没想到还真让他碰到一个 两人发生激烈搏斗 但对方偷袭在先 曹俊反应不及 最后还是让人贩子给逃了 一直搜索到早上 也没发现对方的身影 警方只能先撤离 只是曹俊并没有注意到他的钱包掉了 好巧不巧的 钱包最终落到了人贩子手里 钱包内装着曹俊与家人的合影 看到这些东西 一个邪恶的念头慢慢在人贩子心中生疼 据被捕的人贩子交代 逃跑的人叫徐坤 是人贩子集团的老大 这个人心狠手辣 经常虐待不听话的妇女和儿童 曹俊发誓一定要抓住他 很快警方就查清了徐坤的底绩 徐坤27岁 名牌大学研究生毕业 一岁的时候父母就离了婚 他从小跟着母亲和外婆生活 十岁的时候不幸再次降临 母亲因煤气泄露意外死亡 警员很纳闷 徐坤有学历又有本事 为什么要干贩卖小孩的勾当 曹俊猜测 这个人估计有严重的心理变态问题 人贩子穷凶极恶 警方绝不允许有漏网之鱼 曹俊决定先去徐坤外婆家看看 从居住环境来看 外婆一直是一个人居住 并没有发现徐坤的踪迹 好心的曹俊看老人孤苦无疑 实在可怜 便帮他修好了电视机 临走的时候 外婆送给他一个苹果表示感谢 回到家后 他准备把苹果洗了给女儿吃 老婆一看有点惊讶 这种苹果好几十块一斤呢 你怎么舍得买 听到这个 曹俊立马意识到不对劲 赶紧往徐坤外婆家跑 一个独具老太太 怎么可能买这么贵的苹果 肯定是徐坤买的 徐坤确实就藏在外婆家 曹俊走后 他就窜了出来 得知他犯了犯 外婆劝他自首 他想不明白 曾经老实听话的外孙 怎么会变成这样 徐坤当然不愿意自首 他早就不是什么好孩子了 你知道我妈妈是怎么死的吗 煤气泄露 没那么简单吧 你想想那么好的一个煤气管 他怎么就能泄露呢 因为他们谁都没有想到 我那个时候才十年岁 原来徐坤从小就恨透了父母 不仅是母亲 有机会 他还会让那个没良心的父亲付出代价 得知这样残酷的真相 外婆受不了打击 当场就晕了过去 等曹俊赶到的时候 只看到外婆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徐坤又一次逃跑了 不过他并没有跑远 因为他要报复曹俊 一是因为曹俊断了他的财路 另一方面使他嫉妒曹俊 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警方早已发布通缉令 徐坤只能在城市的各个阴暗角落东躲西藏 他连续跟踪了曹俊一家好几天 摸清了他们的地址和生活习惯 甚至还会以叔叔的身份陪小燕子玩捉迷藏 小燕子从小缺少父亲的陪伴 对这个陌生的叔叔没有丝毫抗拒 而这一切 曹俊毫无察觉 这天 徐坤终于等到机会实施报复计划 他嚣张地拨通了曹俊的电话 说自己就在外面等着被抓 有种就来 曹俊二话不说就追了出去 可徐坤早就踩好了点 很轻松就躲过了追捕 追到一个死胡同 曹俊彻底失去了对方的踪迹 他哪知道 徐坤就躲在他头顶 只见他搬起一块砖头 直接就砸了下去 幸好曹俊往后退了一步 这才逃过一劫 徐坤很清楚 这次失败一定会让曹俊警觉起来 想要再杀他估计不可能了 但他并不会放弃报复的念头 而是又酝酿出一个更邪恶的计划 小燕子生日这天 曹俊难得在家吃饭 忽然门铃声响起 老婆开门 却只看到地上有一份生日礼物 曹俊追出去后 什么人都没看到 谨慎地他仔细检查了礼物 只是一个普通的厌台 并没有发泄异常 于是就递给小燕子自己玩 谁知第二天 他又接到了徐坤的电话 礼物竟然是徐坤送的 曹俊被吓出一身冷汗 赶紧跑回家把小燕子送去医院 万幸的是 经医生检查 小燕子的身体没有任何异常 那个燕台也化验了 并没有请画家独物残留 看来这只是徐坤的一次警告 这次的事情也给曹俊敲响了警钟 他不怕徐坤对付自己 但他却不敢拿家人的安全做赌注 自此之后 曹俊更加坚定了要抓住徐坤的决心 他利用所有的时间寻找徐坤的线索 也陆陆续续找到了几个徐坤藏匿的窝点 可惜总是慢了一步 徐坤就像一条毒蛇 总是隐藏在背后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根据群众提供的消息 曹俊又找到一个徐坤的窝点 没想到这一次有重大收获 徐坤留下了很多撕碎的纸 上面都是线条 很像是一幅地图 回家后 曹俊立即把碎纸拼了起来 上面的内容让他怒火中烧 这竟然是小燕子幼儿园及周围环境的平面图 很明显 徐坤是准备绑架小燕子 曹俊突然想起 有好几次接小燕子放学 都发现他在跟别人玩捉迷藏 听小燕子说是一个叔叔 曹俊一直没见过真人 现在看来 那个叔叔就是徐坤 想到这个 曹俊一阵后怕 立即将情况汇报给局长 局长果断做出指示 对小燕子进行24小时监护 一定要尽快抓到徐坤 原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可惜他们低估了徐坤的阴险 第二天 一个长头发的男人出现在警方视线中 看身形很像徐坤 警方立即进行抓捕 可扑倒之后才发现 此人并不是徐坤 为什么 有人出两百块钱 要请家面 就好了 遭了 警方中了徐坤的调火离山计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徐坤找到了小燕子 他说要带着小燕子 一起玩捉迷藏 就这样 小燕子配合徐坤藏了起来 无论警方怎么找都找不到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徐坤似乎并不想绑架小燕子 那他到底要干什么 只见他躲进一间房内 没过多久 曹俊的老婆就走了过来 原来 徐坤的真正目标是他 他偷偷跟在后面 靠近之后 拔出了身后的尖刀 千军一发之际 曹俊及时出现 把他扑进了巷子里 而老婆并没有发现这一切 原来 警方及时找到了小燕子 曹俊也因此识破了徐坤的阴谋 他一开始就是要杀人 并不是绑架 曹俊用尽全身力气死死压住徐坤 奈何对方有刀 最后 尖刀还是刺进了他的胸膛 弥留之际 妻子打来了电话 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脑海中全是对妻女的不舍 最终 曹俊英勇牺牲 也为他的阻挠 警方成功抓获了徐坤 这个恶贯满盈的人贩子 终究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只是可怜曹俊的妻女 直到他牺牲 也没能跟妻子拍一张真正的婚纱照 这一张是妻子后来合成的 很不协调 但却是他余生最珍贵的东西 这个清秀的女人可不简单 他回眸一笑 百花开 走起路来几声风 又升位 他后宫千人 上至六十岁老光棍 下至二十岁小奶狗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撂不动的 可有一次 他本想来一朝美人计 怎料却命丧郊外 2009年3月1号 四川达州江阳新学村 这天早上 张大妈如往常一样 送孙子去学校 一路上 大妈都在哼着消息 经过村口的垃圾场时 她双手不由地捏着两根麻花辫 在斜坡处 有一白花花的大腿 起初 大妈以为是谁家的死猪 她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准备捡一副大肠回去 大妈走了上去 而眼前的一幕 让她亲切地叫了一声爷爷 也为啥 也为她被吓成了孙女 那是一具尸体 一具长相甜美的女士 不多时 达州刑侦队赶到现场 死者约20岁上下 身高1米56 五官清秀 穿着性感 死状十分离奇 上衣被撩开 双手举过头顶 下身丝袜被扯来 短裤托着脚踝处 骑脖子上 缠绕着一根红布条 死因是窒息而亡 死亡时间在36小时以内 如果没猜错的话 那就猜对了 这是一起情节恶劣的她杀案 死者生前应该遭受过侵犯 从现场线索来看 此处并非作案现场 而是凶手驱车致死 将尸体抛至垃圾队 抛尸点就位于国道旁 从这里途经的车子数不胜数 想要找到凶手的车辆 无疑是大海捞针 更让警方头疼的是 案发的前一天 达州下了一场瓢泼大盆 现场很多线索都被冲刷掉了 为此警方做了大量走访工作 希望在附近找到目击者 可结果并不理想 昨天瓢泼大盆 谁也不想出门 所以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和车 由于线索太少 目前最紧要的是找到试员 锁定死者的身份 随后警方发布了巡尸启示 并向附近几个县市发出协查通报 通过死者的样貌 以及穿着 向群众征求破案线索 案发后第三天 一对夫妻来到警局报案 称女儿合力失踪五天了 打电话是关机状态 最关键的是 死者的样貌 跟他女儿非常相似 通过DNA比对 最终证实 死者正是失踪五天的合力 合力 21岁 达州通权去人 小学文化 没有固定工作 三无人员 整天在家里好事懒做 靠父母接济过日子 财杀的几率不大 而何家向来本分老实 从未与人结怨 仇杀也不可能 这就麻烦了 凶手到底会是谁 是谁这么丧心病狂 对一位美女下次毒手 此时 何妇提供了一个线索 女儿去年处了个对象 那人名叫魏小华 23岁 两人交往一个月 便登记了结婚 可短短五个月的时间 何力便提出了离婚 魏小华自然不会同意 为了结婚 他砸过麦铁 三斤 财力 总计八万块 这笔钱不退还 绝对不可能离婚 他还多次扬言 要弄死何力 两人为此是争执不得 但最终还是办理的离婚手续 不过双方仍然积怨很深 照这样来看 魏小华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面对审讯 魏小华浑身发展 眼神更是左骨右盼 好似在那喊 他就是凶手 然而 据他供述 自打离婚后 两人便断了联系 尽管他对何力 有很多不满 但绝不可能杀人 魏小华还顺带提了一嘴 何力本就风情万种 两人刚结婚时 他便经常夜不归宿 身边的异性朋友多得很 其中有个男人 跟他来往频繁 一个电话能打好几个小时 随后 警方做了核实 魏小华没有作案时间 他的嫌疑被排除 之后的调查 进展非常顺利 那位跟何力 来往频繁的男人被查到 朱春现居北京 他是何力的前男友 曾经两人爱得激烈 有如拖拉机爬上波 轰轰烈烈 可不知为何 六个月前 朱春突然提出了分手 尽管如此 但私底下两人 还是有来往 据和傅叙述 就在何力失踪的前两天 朱春回到达州 并约见了何力 而朱春返回北京时 恰好是何力遇害的那天 如此来看的话 朱春是具备作案时间的 就算他不是凶手 那他也是最后一个 见过何力的人 找到此人 是破案的重中之重 在北京警方的配合下 侦察员找到了朱春 面对询问 朱春非常从容 据他陈述 案发当天 他与何力在火车站相聚 离别后 两人就失去了联系 但朱春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何力放荡不计 身边的朋友鱼龙混杂 一千个人历明 至少有九百个男性朋友 这一点是朱春不能容忍的 而后警方做了调查 朱春没有作案时间 按照朱春的说法 警方做出决定 围绕何力的社会关系 展开洗牌式走法 只要是个男人 就通通洗一遍 工作一步步在进展 何力的社交圈 让侦察员目瞪口袋 眼睛掉到了下巴处 初步估计 他的朋友至少一千人以上 最关键的是 男性朋友就高达一千人 历经一个月的摸牌 警方是嫌疑人的毛影子都没看到 而更为意外的结果 却传到了局里 何力二十岁 和他的朋友 竟然有六十多岁的老光棍 只是打个车的关系 亦或是在郊外偶然遇见 何力都会上前搭讪 要求对方帮自己打一针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何力不只是放大 还是实打实的老赖 他四处借钱 名声非常差 身边没几个正经朋友 一通调查下来 警方开始犯难了 何力的社交圈 被反复调查了多次 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 侦察员不禁有些怀疑 是不是打一开始 针破思路就出了问题 也许凶手压根就不认识何力 照这样分析的话 那么问题又来了 既然双方不认识 那凶手的杀人动机会是啥呢 正当警方不知所措时 何力的同学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 案发当晚 何力曾打电话约他逛街 当时是九点半 可一连两个小时过去 何力都没有出现 并且电话也是关机状态 经调查 当时何力是在中兴广场打的电话 而尸检报告显示 何力死亡时间是案发当晚11点 也就是说 他是在打完电话后 准备赴约的时间段里遇害的 在此期间 他应该遇到了某个人 而这人就是杀人凶手 此时 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两个月 案件进展非常缓慢 警方重新梳理了案情 在发现尸体时 死者的衣服被扯 丝袜凌乱不看 下身裤子被褪至脚踝处 结合尸体上的伤痕 以及死者死亡时的姿势 侦察员猜测第一现场是在车内 不仅如此 在走访中还得到一重要讯息 何力脖子上的红布条 是一种护手绑带 使用这种布条的人 一般都是习武者 何力是晚上遇害 原本他是要去同学那里的 距离并不算近 肯定会打击乘车 由此 排查范围进一步缩小 主要目标 有练武习惯的计程车司机 在达州市 有两千多辆计程车 又通过近两个月的筛场 警方可算迎来了线索 一位帅气的大爷说 他认识一个符合嫌犯特征的第一个 彭海华 人送外号八字胡 此人有习武的习惯 最令人生意的是 彭海华做了六年司机 可就在六个月前 他突然提出了离职 连工资都没要 说不干就不干了 还有一美丽大妈叙述 彭海华向来不挤皮带 裤头上总会绑着一根红布条 近六个月来 他的红布条不见了 随即 警方做了调查 案发那晚 彭海华刚好是晚班 他作案时间宽裕 作案工具也非常吻合 之后的调查水到渠成 彭海华是蠢蛋没得跑 因为警方在其附近那里 发现了死者合力的手机 2009年9月13日下午 彭海华被缉拿归案 面对审讯 他脸色发白 浑身发颤 在警方的大记忆恢复树下 他全交代了 何力与他素不相识 本是萍水相逢 起料那晚 他勾引彭海华 他想被打一针 2月29号晚上 彭海华开车至中兴广场 遇到了打车的何力 当时 仅仅只是一眼 他就被迷得神魂颠倒 何力那双黑色丝腕 至今都在他脑海中荡漾 不多时 彭海华将合力拉到了目的地 而合力却提出过分的要求 彭海华机动的开车到偏僻住 可他刚坐到后座 何力就猛然变脸 硬要彭海华给钱 车费都没付呢 海哥自然是不答应 不成假 何力喊了起来 大呼救命 杀人了 情急之下 彭海华解下红布条 死死套出何力的脖梗 两分钟后 彭海华松开了手 何力也失去了生命迹象 冷静下来 彭海华驱车三十几公里 将尸体抛在新学村的垃圾场 香港西环海 赶海工人在码头发泄一个袋子 打开一看 里面竟是一具 没有四肢和头颅的女尸 两个星期后 凶手在深圳被抓获 令人震惊的是 杀人分尸的 竟然是死者的小叔子 这是1994年 真实发生在香港的 西环沙扫尸案 凶手手段极其残忍 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案件侦破之后 也给世人提了个醒 做人不能太刻薄 阿民刚从美国回香港 大嫂就做了一大桌好菜招待 一张脸笑得跟花似的 不是因为他多喜欢小叔子 而是他以为小叔子是一锦还乡 还指望他能送自己一些名贵的礼物 和兄弟俩的对话 让这个女人立马拉下了臭脸 原来 阿民在美国失手杀了一个人 坐了六年老 不仅没赚钱回来 以后还要住在大哥家 阿民已经想好了 找大哥借点钱 先做点小生意 等赚了大钱 再去个老婆好好过日子 看弟弟浪子回头 哥哥当然高兴 立马同意借钱 可大嫂却不乐意了 说家里的酒楼生意并不好 一直亏钱 根本没有闲钱借出去 他窜多老公让阿民去深圳找父母 他们在那里开酒楼 肯定有钱 阿民看大嫂有钱不愿意借 心里有气 饭还没吃完 大嫂就把老公拉到房里敲井中 说阿民就是来分家产的 得赶他走 大哥听了有点生气 他们的房子和酒楼本就是父母给的 这其中就有阿民的一半 迟早是要还的 虽然阿民坐过老 但已经决心改过自新 老公啊 知人知命不知心啊 我不是想挑拨你们兄弟啊 那现在还是糊里糊涂的 把钱给他反而会害了他 看老婆如此善解人意 大哥也不再坚持 而是准备带阿民去深圳看下父母 说不定他会愿意留在深圳 谁知这一决定是越弄越糟 以至于闹到最后 一发不可收拾 而这一切 都是他那个尖酸刻薄的老婆搞的鬼 父亲一见到坐过牢的阿民 就破口大骂 别说给钱了 他甚至都不让阿民住在家里 有手有脚 为什么不闯个成绩让我来看看 而这个时候 大嫂也抓住机会说阿民的坏话 如果他真的改过了 为什么不回来帮你们呢 为什么要向他大哥要钱 就这样 阿民什么都没唠叨 灰溜溜的回到了香港 让他没想到的是 无论他做什么 大嫂都看他不顺眼 这天 阿民洗完澡没来得及穿裤子 大嫂就骂他变态 根本不给他开口解释的机会 甚至还跟大哥告状 说阿民对他耍流氓 一个男人躲在房里 也不知道搞什么鬼 让我跟他在家里 谁知道我出什么事 外国人没规矩的 疯起来什么都敢做 你快点赶他走啊 尼菩萨还有三分脾气 听到大嫂要赶他走 阿民忍无可忍 大骂女人是毒妇 这个房子本来就有他一半 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其实这个时候的阿民 是有心浪子回头的 可惜大嫂不给机会 眼看叔嫂关系恶化 大哥家在中间 里外不是人 他费了很大的劲 才把两个人哄好 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于是他决定去深圳 说服父亲拿钱给阿民做生意 到时候他搬出去 叔嫂之间就能减少摩擦 可他不会想到 这次离开 就再也见不到老婆了 当天晚上 阿民一个人在家里喝酒 大嫂打牌输了钱回来 原本心情就不好 看到家里烟雾缭绕 火气一下就上来了 指着阿民大骂 阿民不想跟他吵 准备回房间睡觉 原本人人就过去了 可千不该万不该 大嫂不该骂他是个劳改犯 阿民忍无可忍 悲剧就这样开始了 这个女人真的是在找死 不停地刺激 身强力壮的小叔子 这一巴掌下去 彻底把大嫂打疯了 在他眼中 阿民就是个 好吃懒做的寄生虫 为了不让他分家产 想尽办法找他麻烦 要把他赶出去 可这一次 阿民竟然还手了 这个女人无理取闹 不教育不行 谁知大嫂像疯狗一样 一口咬了下去 大嫂恶人先告状 可这一招很管用 坐过牢的阿民 最怕警察 眼看电话线被扯断 大嫂又拉开房门 大喊救命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她家里其实很有钱 就算不愿借 也不用这么刻薄 要把阿民扫地出门 为了不把事情闹大 阿民强行把大嫂拉进了房里 谁知大嫂剧烈挣扎 一不小心就把头磕到了桌角上 当场就没了动静 阿民十分害怕 不停地道歉 可惜 再怎么垂都是徒劳 刻薄的大嫂死了 望着大嫂的尸体 阿民呆坐了很久 从美国坐牢回来 她真的想重新做人 可大嫂为什么不给她这个机会 上次意外杀人 她坐了六年牢 人生能有几个六年 而且警察不一定相信 她是意外杀人 一旦被认定为谋杀 自己下半辈子都得在监狱里度过 不能报警 绝对不能报警 想到这里 阿民猛灌下两瓶酒 眼神变得凶狠 随后她扛起大嫂 手拿电锯 缓缓向卫生间走去 两天后 西环码头发现一具腐尸 说是尸体 其实只剩下一个躯干 头颅和四肢都消失不见 不过还是能判断出 死者是个女人 现场没有任何破案线索 女人身份沉迷 欧队决定发布公告 呼吁市民 如果家里有女人失踪 第一时间到警局报案 与此同时 阿民的大哥回到了家 这才发现 弟弟和老婆都不见了 不过他也没在意 弟弟好玩 可能去哪里鬼混了 而老婆喜欢打麻将 平时一两天不回家也很正常 就这样过了两天 老婆还是没回家 问了亲戚也都说没见过 大哥有些着急了 于是到警局报案 欧队听说是女人失踪 亲自接待了他 得知弟弟和老婆同时失踪 欧队觉得不对劲 提出去家里看看 这一看就发现了问题 卫生间的排风口处竟有一块血迹 他立马进行采集 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明确的怀疑对象 回到警局后 欧队立即让手下进行血液化验 看是否跟死者相吻合 正在这个时候 警员传来消息 死者的四肢找到了 但头颅还是没有踪迹 几个小时后 血液检测有了结果 证实卫生间发现的血迹就是死者的 随后警方又比对了指纹 可以确定 死者就是阿民失踪的大嫂 为了万无一失 欧队把大哥叫到警局认识 虽然没有头颅 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死者是他老婆 因为老婆胸口有一块红色胎记 特别好认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凶手应该就是失踪的阿民 据大哥猜测 他应该是去深圳找父母了 一点都没错 阿民此时就躲在父亲的酒楼里打工 可他过得非常惨 阿民是个狠人 失手杀死大嫂之后 不仅不报警 还用电锯把大嫂给分尸了 为了不被抓 他从香港跑到深圳附近的酒楼避难 谁也没想到 他忽然走了桃花院 意外救下了小敏 小敏是歌厅舞女 两人也算是同病相怜 都不嫌弃对方 很快就住到了一起 这是阿民一直向往的生活 可杀人之后 阿民心里已经滋生出罪恶的心魔 这天吃完饭 阿民低头捡筷子 谁知却看见大嫂的鬼影 躲在桌子底下 他吓得大叫 小敏不明所以 也低着头查看 却什么也没看到 然而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接下来的日子 大嫂的鬼影不断出现在屋子的各个角落 吃饭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阿民快被逼疯了 逼上眼睛 脑子里全是大嫂的身影 睁开眼睛 小敏的脸都变成了大嫂的 看到男友吓成这个样子 小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只能尽力安慰 不过他们不知道 欧队已经找到了深圳 这天晚上阿民又被噩梦惊醒 看到旁边的小敏 他原本想寻求一丝安慰 谁知小敏的脸又变成了大嫂 阿民彻底崩溃 小敏想安慰 但此时的阿民已经下风了 既然无法消除恐惧 那就反抗 阿民狠狠地掐住小敏的脖子 在他眼里 此时的小敏就是大嫂 他要再杀一次 还好阿民现在已经失去理智 小敏被一把甩开 他跑出去叫来了警察 阿民提刀就砍 他身强力壮 两名警察根本打不过他 前来深圳调查的欧队收到消息 待人及时赶到 最终阿民被制服 拘留室内 阿民缩成一团躲在角落里 此时此刻 他其实算是解脱了 大嫂的身影再没出现 父母和大哥来看的 他还是做出了解释 大嫂的死是意外 他只是不想坐牢 可父亲并不相信 不停地骂阿民是个畜生 甚至还扬言 让他把牢底坐穿 永世不得翻身 听到儿子的这番话 父亲终于心软 可已经来不及 虽然杀人是意外 但后面的分尸 却是刻意的 阿民不应该再有机会 子不叫 复制过 阿民最终的结局 其实跟父亲 有很大的关系 他把阿民一个人丢到美国 自生自灭 反错回来之后 他没给过一次机会 在他眼里 阿民已经无可救药 可实际上 阿民是有改过的决心的 可惜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 甚至还遭到刻薄大嫂的故意刁难 以至于酿成最后的悲剧